你可以用一个观念来化解力 就好比输入一个正面的感情来平衡负面的情绪 不失可以对此贪欲 慈悲可以用来对此称恨 现在请清楚地了解 这并非你借着自我催眠来释放自己 这不是自我催眠 而是用智慧来了解真相 你无法为觉悟设定先觉条件 涅槃是一个没有先觉条件的状态 涅槃就是无我的状态 无我的境界完全没有我之的状态下 就是涅槃 那我们虽然破了我 这个巨神我之还是在的 没有那么容易 这个我之断尽了 那就是涅槃了 由于涅槃 他就说涅槃是一个没有先觉条件的状态 一个解脱者确实是慷慨而慈悲的 因为无我当然是慷慨而慈悲的 但是他不是受条件制约才如此的 就是无条件的 那完全是他本质的显现 不再受到自我的约束 所以这是非条件性的 他无疑更像是新药 只要你依照指示服药 你正在受苦的症状就可以暂时获得疏解 然后你就可以更认真地对治疾病本身 你必须从排除自怨自爱与自责开始着俗 刚才师傅也说了 你再也不要愁眉苦脸了 换了个说法 那人还是在自责的状态下 就是我姿态坚固了 修行都在情绪当中 天天在打妄想 一会觉得自己修得不好 一会天天骂自己 在那个微信群里面 我看他们骂自己 骂得跟狗屎一样 那有用吗 他这里说了 要排除自怨自爱的 然而忏悔是可以的 去除我之以后 你这个忏悔就不一样了 因为那个时候 你情绪是你的敌人 不是你自己了 那个时候你犯错误的时候 你这样 这个坏蛋 有干坏事 我又没有降伏他 我的觉知 我的觉悟心 觉悟的心 没有降伏这个 无名和烦恼和业力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想 你要更加地激励自己 要增长自己的汇率和定力 对峙烦恼 对峙这个无名 而不是自怨自爱和自责 自怨自爱你完全就是颠倒了 你在这个有什么用呢 你在这个有什么用呢 允许善的感觉 以善的愿望 先流向你自己 这个很重要 事实际上是增长你那个觉悟的力量 那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呢 对那些跟你最亲近的人做同样的事 慢慢地再延伸到周遭的人 直到你可以将这样的情感导向敌人 以一切众生为止 这个敌人呢 就是包括一切众生了 如果做法正确 他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强而有力 而功效卓著的修法 他就是修慈心 就是对自己要有慈心 然后对众生有慈心 这样才能开始修行 没有慈心 你无法进入真正的实修状态 这个词不是情质 不是自我欣赏 我说了这个词呢 是一种善念 对自己的善的感觉 和善的愿望 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消灭烦恼底 烦恼才是我们的敌人 一些众生都是佛呀 其实他们都有觉悟 现在你是要把这个觉悟 重新地把它挖掘出来 还是什么 这个比 这个因为这个动词都不恰当 在每次禅修开始的时候 对自己说一下的话 真心地感觉其中的动机 这个念诵好像是增加我值 这个念诵不对 愿我幸福快乐祥和 愿伤害不会加足于我 愿困难不会加足我 愿问题不会加足我 愿我经常能成功 愿我能保持耐心 勇气 决心和决心 去面对和克服 无法避免的困难 问题以及生命中的挫折 这个我们不念这样的 这个是明显的在增强我值 每次禅修的时候 就要像师父说的一样 让我的平等心 觉知 升起来 让我觉悟 打破无名 属性要打破这个我值的无名 让我能够客观地 能够对待自己身心上 发生的一切问题 应该是这样子的一心态 师父今天刚才讲的 就是你们把它整理出来 没做禅修之前 你可以先把这个文字的看一看 让你进入一种客观的状态 那个倒是可以的 今天前面讲的那个 你们把它整理出文字来 然后修改修改 然后拿着做来念书 那个是比这个强多了 当然这个修法比较高级的 不是像这个 这个可能念的是刚刚开始 还没有无我的智慧的人念的 这是修慈心 我先慈无量心 简单讲 还是愿意一切众生能够打破无名 是吧 能够消除一些贪嗔事宜的烦恼 能够真正的觉悟 然后愿意天下一切众生都能够这样 这是一种慈悉 先愿意一切众生破除人物 能够降服贪嗔事宜慢的烦恼 然后最后用无我的智慧来断除烦恼的根 这样的一种心态 因为你把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你回向给一切众生 愿其他的众生都能办到 这是一个最好的回向 代表你现在身体没有病 你也可以回向 愿天下一切众生都能够没有病 你现在呢 如果你现在今天打住 才降服了自己的贪爱 你就想 愿所有的修行能 天下能都能降服自己的贪爱 今天降服了自己的嗔恨心 那么你也可以愿所有的修行能 还有所有的天下众生都能够降服自己的嗔恨 你禅修之前你也可以这样想 愿所有的修行能都能够在禅修的时候 能够保持正念 保持觉悟 能够破除无名 降服团成痴 你这样回向的时候 这个就是慈悉 只有你们记住这句话 就是你正在做了这件事情 你希望它成功的时候 你要回向给所有的众生 愿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跟你一样 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做成功 当你这样回向的时候呢 是最好的 这是最好的 所以这种回向呢 就是慈心了 慈无量心 也是悲无量心 对吧 你自己想完成的事情 你当然希望 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完成这件事情 这是最现实的 最好的一种回向 慈无量心更接近你现在的这种心态 什么叫慈无量心啊 就是你自己正在希望做到的事情 你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得到 这个就是慈无量心 悲无量心 对吧 还有这个慈无量心 就是平等心嘛 你自己希望得到的结果 正在做的事情 你肯定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对敌人啊 就是也要有这样的心态 对所有的众生有相同的心态 这个就是平等心啊 那么你这个禅修呢 你就会很快成功的啊 你要发自内心的这样子去想 这个不是念诵 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愿望 一种真实的愿望 完全真实的 那就是没有一点参加的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成功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